男孩被牦牛顶下悬崖 还好他抓住石块才避免掉落 下一秒 男孩在凸起的石块上晕死过去 此时一只凸就震过来用餐 剧烈的疼痛让男孩抓住小鸟就哭斥一下 看到眼前的场景他开始绝望地呼唤 紧接着他决定向下攀爬 然而光滑的闭面却让男孩寸步难行 大家点赞加关注 一起为男孩疯狂打扣 乌漏偏逢连夜雨 男孩的力气快要耗完 此刻他看着下方的汪洋把心一横 命大的男孩活了下来 还好他只摔断了一条腿 紧接着男孩喝了点动物的洗脚水 把石块堆叠起来固定好伤腿使劲一扭 最后再用树枝绑定就疗伤完毕 等男孩一瘸一拐地回到崖顶时 赫然出现的石碑让他意识到自己只能靠自己了 还不等他休息片刻男孩身后就出现一群野狼 他感觉到此地已不能久留 好累了的男孩正休息享受着美食 赶来的狼群就已站在他面前 男孩立马开跑爬上枯树 然而却被咬住鞋子使劲拖拽 他吓得立马拔出匕首就框框一刀 就这样他爬上了树顶 而狼群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次日等狼群散去男孩才敢下树 他拿出匕首做出一把长毛 随后慢慢靠近受伤的野狼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男孩拿出麻绳缓缓缓靠近野狼 之后他扛起野狼就来到山洞休养 次日男孩正在换药 一转头野狼已经把麻绳扒了下来 男孩见状吓得压麻呆住了 但之后他还是端了碗水给野狼喝 看到大快朵移的野狼男孩也笑了起来 两狗的关系开始逐渐变好 第二天男孩出门打猎到一只兔子 野狼想尝尝却挨了一匹锤 男孩大口咬着生肉想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 接着男孩升起篝火吃着烤兔 看他实在可怜男孩还是分给野狼几块骨头 次日两狗一同踏上旅程 男孩给野狼刺名阿尔法 此后阿尔法负责引来猎物 男孩则负责猎杀屠宰 只要男孩没有下手 那他们就只能饿一整天 男人就擅长找借口 自己选择的主人哭着也要跟随 此后他们的合作开始紧密无间 顿顿吃大块的烤肉 晚上还相拥入眠 阿尔法会给男孩洗脸 男孩则会带着狗子一起沐浴 然而凛冽的龙冬还是来临 这天男孩顶着寒风赶路 却差点命丧黄泉 陷入冰下的他一直敲击 却无济于事 此时阿尔法赶到正高高跃起 男人在零下五十度的环境中脱去衣服 随后抱着母狼躺在雪地当中取暖 四月一早他们接着赶路 此时他们看到远处有个人影 等赶到时却发现这人已死去多时 男孩跑到帐篷里想找点吃的 然而一根毛都没有找到 最后他拿上老人的弓箭开始继续赶路 刚走出十米远 他们就被一群猎狗盯上 男孩和阿尔法慌乱中 躲到了一个洞穴之中 然而这里面却住着一只更凶猛的野兽 野兽一看见他们就飞扑过来 阿尔法冲出来救下男孩 然而狗子怎么可能打得过大猫 就在阿尔法快被打死的时候 男孩终于放箭 最后受伤严重的阿尔法也倒了下去 他们俩在山洞里烤了大猫补充体力 随后顶着暴风雨继续赶路 此刻阿尔法已累得到达极限 男孩抱着战友继续前进 大家评论区发送狗头 一起为阿尔法鼓劲加油 就在阿尔法冰死之际 男孩终于到达了领地 累贪了的他已无法再移动分毫 此时男孩的父亲感到 看着尚存人间的儿子 他欣喜若狂 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此时男孩突然想到自己的狗子 而躺在雪地里的阿尔法以生命垂危 紧接着他们两辈移到帐篷里 巫师只是轻轻一抚摸 一头小狼仔就被脱举而起 原来一直为男孩奋战的阿尔法早有声音 男孩此刻已被感动得痛哭流体 此后两狗将继续守护着彼此 有了狼群的加入 他们的部落也将变得更加强 感谢观看